今天是星期天 村子里的人都上教堂去了 小孩子们也都一起去了 小孩子们之所以这么兴奋 小孩子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听牧师说那些劝诫世人的教诲 事实上他们是想去听汉木德爷爷说故事 什么 在教堂里说故事吗 不是 是在教堂的礼拜做完之后 汉木德爷爷是在阳光的照耀与小鸟的歌声伴奏下开始说故事的 今天我们来说学母婆婆的故事 在某个地方有个母亲她有两个女儿 女儿那长得很美 而且 爷爷 那个故事以前不是说过了吗 说过了 是啊 已经听过了 说新的故事 我知道了 那么我就来说野狼与狐狸的故事好了 野狼叫狐狸当自己的手下 硬是把狐狸带回自己的家里面 因为野狼呢 那个故事我知道 我也听过了 我想就听过了 这样啊 真是糟糕啊 爷爷 你知道的故事已经全都讲完了吗 不不不不 我知道的故事还有很多呢 既然这样就讲新的故事嘛 好吧 那我就来说一个你们绝对都没有听过的故事好了 嗯 那是在我们村子所发生的事 哦 说了或许你们不相信 不过这是真正的事情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看 就在那个大白菜田的那一边 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啊 哎 别急嘛 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刺猬吧 知道 对了 刺猬这种动物啊 分为两个种类 鼻脸的形状长得像猪的叫做猪刺猬 而脸长得像狗的呢 就叫做狗刺猬 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就是长得像猪的猪刺猬 一二三四二二 老公 如果你没事做的话 能不能带着孩子去田里挖一点五金回来呢 拜托了 哦 好啊 弟弟 走吧 爸爸 你别跑那么快嘛 会跌倒呢 看吧 跌倒了 爸爸 由于刺猬的脚体长了一根斜斜的东西 所以跑步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 爸爸 我觉得很不甘心 有什么好不甘心的 小狐狸他竟然瞧不起我耶 为什么呢 他笑我 说我跑得很慢 小狐狸真的对你那么说吗 哦 这个村子里跑得最快的是狐狸 是真的吗 不知道耶 这很难说 狗跑得很快 路也很快啊 他说他从来就没有跑输给任何人耶 才没有那回事呢 上一次他明明就说过 真的吗 真的吗 是啊 是给谁啊 螃蟹 螃蟹 就在河边的螃蟹 就是啊 真不敢相信 螃蟹不是只会横着走路吗 狐狸也是这么想 所以就瞧不起螃蟹咯 不管我怎么看 你走路的样子 与其说是在前进 不如说感觉像在倒退 你说这句话是在侮辱我吗 我才没有呢 只不过我说的是事实罢了 好 既然这样我们两个来比赛吧 你说什么 你是说要跟本大爷比赛赛跑 没错 你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我是认真的 可是这场比赛赢的人一定是我 还没有比怎么知道我 我太惊讶了 你是真的打算跟我比赛吗 那么你说要跑到哪里呢 以我看距离也不需要太远 就到那边那个枫树下 我知道了 那么你可以先起跑 没有关系的 你在说什么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同时起跑 真是的 那么就由你来喊开始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可是要认真的跑 我求之不得 预备 开始 旁蟹 那个家伙明明就知道自己是输定了 还敢说大话 待会我要好好嘲笑他 对手是螃蟹 我干嘛跑得这么拼命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笨蛋 我看看 那个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 连个椅子都还看不到 那是当然的 那是因为我已经先过来了 什么 你跑得还真慢 小狐狸 怎么可能 真的吗 怎么样 然后 就因为这样 狐狸就输给了螃蟹 螃蟹先生的脑筋真好 没错 只因为自己稍微跑得快一点 就得意洋洋的 那就要心里准备会丢脸 我也好想让小狐狸输给我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螃蟹那么灵巧 说的也是 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就不要跟他玩 别理他就好了 你看 我们的无精铁已经到了 虽然刺猬自己好称是我们的无精铁 但是这个无精铁当然是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勤劳耕作所种的 不只是刺猬 不只是刺猬 这个村子里所有的动物也都拥有一块好吃是属于自己的甜 成功了 好甜 真的好好吃 都是因为今年天气好的关系 放纵 你不要一直光顾着吃 我们再多挖一点 待会儿就给妈妈吃 好 等等 先不要忘 狗来了 我好怕 放心 没什么好怕的 你藏在那片叶子底下 你留在那里 把身体卷圆 要尽量的用力 我知道了 爸爸那你呢 别问了 快把身体卷成圆的 对了 就是那样子 要再用力一点 好 你就那个样子待着 觉得不会乱动 好 太不舒服了 不要走 不要 放开 哪里 是 到哪里 火它侧 你原来的走狗 非常顺利 好 快走 爸爸 可以了吗 走钩了 爸爸 爸爸 好 好 太好了 爸爸 这个好大好大 这么大只 然后就很害怕不停地发抖 巨人派狗在铁里看守 人类也真是太过分了 说不定那只狗只是刚刚好在那里而已 不过还好你们两个都没事 因为这孩子身体上的针已经相当坚硬了 以后就算有人想攻击他 他也不怕了 我的身上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武器 我以前都没有发现 不过武器虽然是武器 可是这个也只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 就因为我们有这种武器 所以可能老天爷才觉得我们不用跑得那么快 原来是这样 那么宝宝 妈妈 我要出去玩 不可以跑到太远的地方去 我要让小狐狸看看我的武器 我要去杀它 不行 除非必要的时候脖子不可以随便把针竖起来的 我知道了 这个无精真的好好吃 去那里的话可能也会遇到那只狗吧 虽然可惜 不过我们只好换另外一块田了 狗真讨厌 大白菜田也不错啊 我记得那块田不是属于兔子先生的吗 是啊 就是那个自大狂的田 那就没办法了 嗯 嗯 大白菜甜啊 嗯 真的好好吃啊 嗯 听说是尝尝 这里的大白菜味道怎么样啊 嗯 嗯 今年似乎每个地方都丰收 哈哈哈哈 最为那个家伙 不管什么时候他的样子总是很可笑 就因为这样 我每次看到他就忍不住想要戏弄他一下 嗯 你好啊 嘿 好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吗 我记得我们昨天不是才见过面吗 哈哈哈哈 对啊对啊 我忘记了 别说这个了 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你可知道这带可是我的钱哦 我知道啊 我只是来这里散个步而已 嗯 嗯 你说散个步 你的那双短腿散起步来很辛苦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啊 我是在想你的脚斜斜的 所以走起路来的话一定很辛苦吧 对不对 那你自己的脚呢 看起来也不算太直啊 我的脚啊 就算不是很直 跑起步来的时候 也可以跑得比任何人都还来得快啊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这就炫耀脚力了 就算你想炫耀好了 凭你的脚也没有办法炫耀吧 对不对 现在的变化季节 你感冒了吗 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都不讲话呢 如果是我的脚 这种地方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跳过去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的脚就给你比一比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跑得比你快 真是笑死我了 凭你那双短脚笑死人了 竟敢说跑得比我快啊 我这么快 你还是想跟我比的话 那么我可以接受你的挑战 那来比赛吧 不过只有跑步太无聊了 我们来找点什么东西来躲好了 好啊 那我就用我的吴京田当赌注好了 那么那个吴京田现在是我的了 那你呢 你要拿什么来躲 我该躲什么好 好了 我就把这个大白赛田全部都堵住 那么来比吧 等一下 从今天开始 吴京田是属于我的了 不是了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午饭 所以肚子很饿 肚子饿的话 我再厉害也跑不动 那么你就快点回去吃吧 赛跑 我随时奉陪 宝宝 刚才小狐狸欺负我 我没有把真竖起来吓他 那太好了 既然小狐狸吓我的腿短 可是我根本不理他 很好 了不起 怎么了 宝宝 你为什么一直叹气 没事 别停了 我们回家吧 宝宝 你好像怪怪的 妈妈在等我们了 我们快点回去 我们快点回去吧 嗯 什么 你说你向兔子挑战 要跟他比赛跑 宝宝 你刚才不是才对我说自打的家伙 表理他就好了 话是没错了 这下糟糕了 我从以前我就一直很不喜欢那只兔子 你不能拿这种事来当借口 怎么办 饭吃一吃就要去比了吗 我现在哪里还吃得下饭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没办法了 你就跟兔子比比看吧 说不定你真的会赢他 现在还有险子开玩笑吗 老公 兔子以前比赛跑输的事你也听过吧 我听过 那是很出名的故事 兔子先生输给谁 输给乌龟 那个慢吞吞的乌龟吗 对 没错 以前兔子跟乌龟比赛赛跑 结果乌龟跑赢了 因为兔子太大意 所以在比赛的途中睡起了五觉 等兔子张开眼睛 糟了 虽然兔子拼命追赶 乌龟还是先抵达终点了 兔子这种动物只要一大意就一定会输 要让那个家伙大意 没错 只好这样了 但是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这样 爸爸 你快去向他道歉 时间差不多了 你也应该去了 让人等太久总是不好的 到底该怎么办 就算我现在去跟他道歉 那个吴清天一定会变成兔子的 谁叫你要打这种无聊的赌 好吧 天反正要被夺走 输了就算了 我就真的拼命跑跑看吧 等一下 你做什么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好主意 我跟你说 听着 你怎么会被兔子识破 放心 包在我身上 快 走快点 怎么还没来 让你久等了 因为我吃饭多花了一点时间 我正打算要回去了 抱歉 要把吴清天让给我 如果你赢了的话 你又在说这种大话了 好 来比 好 那么我就在田木与田木之间跑 而你呢 就在那边的田木之间跑 为什么 这样我们在跑的时候 彼此之间就不会互相妨碍了 好 我知道了 谁先抵达那一头的人 他就算赢了 好 可以 一二 那么各就各位 好了吗 好了 一二三 跑 跑得还真快 跑 终点到了 好 快点了 不好意思 我已经跑到这边来了 不可能 可恶 再跑一次 这次的终点在那一头 可以 好 那么一二三 跑 这次赢的是我吗 不 先到的人是我 可恶 再鼻子 再鼻子看看 好 只要到你心甘情愿为止 要比几遍都没有关系 要跑了 一二三 跑 这次我不会输的 糟了 我早就已经到了 怎么会 怎么会 那这鼻子 要跑了 辛苦你了 怎么样 辛苦你了 这鼻子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这位夫妇 应该还很健康地活在我们这附近吧 这位夫妇应该还很健康地活在我们这附近吧 我 你 你